各位同学好 在之前的部分 我们通过介绍新托服务考试阅读部分的形式内容以及提形 比较全面的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将进一步明确在阅读部分 对各位同学的能力要求 以及我们目前可能的差距在哪里 并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 好 同学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托服考试当中 如果你想取得比较高的成绩 那么需要做到的几点 请看 屏幕上呢 是四个小黑点 这四个小黑点呢 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在考试结束之后 所拿到的成绩单上 对那些得分在二十二分 及以上的高分同学的 是个评价 也就是说 考试的主办方 ETS认为你只有达到了这四点的要求 才能够拿到二十二分以上的成绩 下面我们就来对这四点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好 请同学们先看一下第一点 第一点 其实相对简单 也就是仅在词汇 以及语法方面 对各位提出了要求 可以理解为是对各位考生的最基本的要求 下面请看第二点 第二点 相对来说呢 要求的层次有所提高 要求各位考生 Can understand and conduct information 就是不但要通过词汇和语法的能力呢 读懂原句 并且能够进行简单的理解 后面进一步提到了 能够做出适当的推断 把一些要点信息进行组织 好 这是前两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在前两点的基础上 又对各位考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不但能够读懂信息点 理解信息点 而且还要能够把这些信息点之间呢 它的关系组织出来 读懂说明文 Expository 指的是说明类型的文章 它的一个结构 并且能够识认出来某一个特定的信息点 在全文大环境下 说起的作用 换句话说呢 它要求的理解能力进一步提高 不是一个点对点的要求了 而是在整个的阅读的面里面 去把握具体的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关于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 好 最后请看第四点 第四点是要求最高的一点 叫做 Can extract major ideas from a text 也就是说 从文章当中需要各位有总结大意的能力 换句话说 就类似于我们小学中学语文课堂学习当中的 总结全文中心思想 这也是一个要求最高 最抽象的能力 好 那么我们呢 把这四点简单的进行分类 可以把前两点放在一起 我们把它进一步简化为 要求各位具备 ray to find the information的能力 也就是说 在阅读的过程里边 能够找到某些重点 并且对它理解正确 好 那么我们再把第三点和第四点 放在一起 这两点的要求相对较高 我们把它归纳总结为 ray for basic comprehension 就是读完之后呢 要有基本的理解这个能力 好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要求的前提 请同学们注意 在小黑点第二点第三点 以及第四点的后半部分 同学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even起始的 一个让步关系的从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点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形 请看第二点中的 他说呢 你应该具备能够把信息点进行 关联理解的能力 即使even when the text is consensually dense and the language is complex 即使是读到的文本 它的内容是概念逆极和语言复杂的情况 那么第三点 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叫even when the text is consensually dense 第四点同样又提及了一下 even when the text is consensually dense and contains complex language 好同学们仔细分析一下 在这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EDS已经比较明显的告知了各位 我们所读到的文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科普说明小短文 也不是纯粹在这个大学一二年级课本上截取的片段拿来就好 而是经过了出几人进行的新加工 而这个加工就是把一些比较平实的语句本着这么八个字的原则 叫做概念密集语言复杂的原则 给它重新进行了编写 然后现在拿来呢 作为考察的文本 所以说呢 我们还必须在这个能力要求上加上一个第三点 也就是我们一个阅读的基本前提 阅读到的文章都是概念密集而语言复杂的 好 这三点合在一起 那么就是对各位考生能不能拿到22分以上的高分成绩 提出的一个目标的要求 也就是要求各位在概念密集语言复杂的文章里边 能够找到出题人所指定的某个信息 并且对该信息进行基本的理解 如上就是我们说的新托福阅读的三个能力要求 好 接下来我们为了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剖析清楚 有必要来看一篇高度仿真的阅读的文本 然后来体会一下当前同学们可能会存在的能力差距在哪里 以及请同学们看一下屏幕上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也是我们基础班上所使用的教材 新托福考试专项进阶 终极阅读 同学们如果有书的话 会在这本书的第173页找到这篇文章 关于这篇文章 实际上这个话题可以算作是托福阅读的长考话题 焦点话题 Paris Hutchison 在这个部分请同学们进行一个四分钟左右的阅读 看看是否能够把全长在450个单词左右的这篇文章 读完 并且进行适当的理解 好 现在请开始计时四分钟开始 好四分钟的时间到了 请同学们停止阅读 如果你是使用书本讲义的话呢 那么请在上边用斜线划出来你所读到的位置 如果你是在屏幕上阅读的话呢 请大概估算一下自己还有多少的单词量是没有读到的 那么用这个已经读到的单词量除上四分钟就可以得到自己大概的阅读速度 但是要注意这个是在不考虑考场的干扰以及考场的压力前提之下所得到的阅读速度 如果在考场上真正考试的时候可能因为倒计时的压力以及周围同考场考生的干扰会导致阅读的速度呢 在这个技术上再打上一点折扣 好 如果说同学们已经读完 那么阅读速度呢 基本上能够达到了每分钟100个单词左右 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就提出来第一点 同学们最常遇到的障碍 也就是阅读速度不足 好 从基本上的情况来看 提高阅读速度 那么需要在单词量以及语法基础方面呢 进行一定的努力 不是一出而就就可以的 但是从应试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通过掌握一定的技巧来快速提高阅读速度 那么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关于速度的要求 好 请看黑板上这个公式 如果呢 我们用阅读的总量除去 大家的阅读速度得到的就是阅读时间 实际上在真正的考场上 我们所需要缩小的是阅读时间 而阅读时间的缩小 也就是如何能够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边 读完全文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大家普遍比较熟知的提高阅读速度 这个办法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往往被大多数的同学所忽略 那就是减少你的阅读总量 当然阅读的总单词量是750个单词左右 在考试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 是没有办法进行人为缩减的 但是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考试 会发现整个750个单词里边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点都会考察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之前的题型的介绍 那么750次的文章里边 一共指出14道题 这是上限 也就是说 还有很多的知识点是考察不到的 那么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 哪些知识点是托福考试所考察不到的 也就是我们在考场上 以及平时做练习的时候 可以有目的的甄别出来 进行删减的这么一些内容 好 接下来请同学们看一下 这三类内容 都是在托福阅读的过程当中 可以进行适当精简的 第一类叫做重复性的内容 比如说同学们 请看一下我们的第四段 刚才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寄生关系 那么在第四段里边 同学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首句提出了 寄生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 Nekotrof 另外一种呢 叫做Beltrof 关于这两种 其实托福并没有要求各位 要现在掌握 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寄生虫 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把它简单的概括为 小N寄生方式 以及小B寄生方式 好 接下来请同学们看一下 关于小N这种寄生方式的描写 第一句话讲的是 Nekotrof are parasites that consume their host tissue until the host dies 它的意思是说 小N这种寄生方式 那么是哪些寄生虫呢 这些寄生虫会消耗掉寄主的组织 直到寄主死亡为止 所以说这种寄生虫的学名叫做实体营养型 但是通过这个解释 我们在考场上 同学们只需要大概理解到 小N这种寄生方式呢 是使得寄主致死的一种寄生方式 就可以了 但是接下来 请同学们看一下 第三句 本段第三句 是不是同样又把这个意思又重复了一遍 他说 in this relationship 在这种关系下 the host usually dies from lots of tissue or nutrients 也就是寄主呢 通常会死于营养和组织的流失 实际上仔细分析 在这句话里面和前边 也就是本段第二句相比 并没有产生或者说是阐述出来任何一个新的信息点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当发现这类没有阐述出新的信息点的句子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的一带而过了 接下来 同学们还可以看到 关于这个biotrophic parasites的描述 同样也是用了两句话 但是后面那句话 同样是重复了前边 本段第四句说的是 小B的寄生方式呢 是这一类的寄生虫 can not survive on the host when it has died 如果说寄主死亡 它就无法再寄生在旗上了 好 接下来请看 下面那句话 They must keep their host alive to survive themselves 于是他们就必须要让寄主活着 这样他们自己才能生存 好 后面这句话很明显 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信息点 所以说在考试的时候是可以进行精简的 好 那么探究一下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所谓的重复性的内容呢 一方面是为了把这个文章写得比较丰满 另外一个方面是作者可能想通过这样一种语句的重复 来突出某些内容 可是在考试的时候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在这里呢 大概就是把这两句话合而为一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说第一类可以精简的叫做重复性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把这一部分内容给它去掉的话 确实是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阅读总量 从而可以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这篇文章读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类可以被精简的内容 好 我们把它称之为可预测的内容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在科普说明文里边所常见的对比 以及类比类的内容 好 在这儿请同学们看一下本篇文章的第二顿 第二顿的开头 他也提到了两类寄生虫 说There are two major kinds of parasites 就主要有两种寄生虫 一种叫做andoparasites 另外一种叫做actoparasites 关于这两种 其实也是不需要各位在考场上知道它的确切名称的 但是需要各位同学通过后文所提出来的解释 能够明显的了解到 Ando和acto这两类寄生虫的本质特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端的第二句 它是这么讲的说 Andoparasites live inside the body of a host 也就是说这一类寄生虫是生活在寄主体内的 好 后面开始进行具体的举例 那么读到这里 同学们会不会比较敏感的想到 这个acto它的特点会和前面讲到的andoparasites 寄生体内的特点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寄生在体外 好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在阅读第三个段落 在讲acto parasites的时候 理解起来呢就会更快了 这是一类对比性的描述 那么我们一般会把阅读的重心呢放在前段前半节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后边讲的对比提到的第二类的内容呢 大概比照前边做一个反向理解就可以了 类比的内容呢也是如此 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作者想阐述说某些原类 apes它的生活习性是我们说的social animal 也就是说这种群居性的动物 那么它可能会先从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人类开始入手 因为它说人类早期呢就是这种类似的群居类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大家构成了family这样一个生活的单位 那么进行了分工 好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对于人类的了解已经比较详细的时候 它后边可能会用到一个词叫做similarly 从而呢在后边进一步讲原类的生活方式 到底是如何和人类相仿 也是这种呢social animal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边所提到的类比的原类 就是借由前边呢 关于古人类的这个血居群居生活的理解而达到了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前边你理解了比较准确 那么后边呢 就自然可以做一个快速的理解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类 可以精简的内容 对比和类比 往往重点阅读前边一半 后边呢快速扫过 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类可以精简的内容 叫做补充性的细节内容 好 这部分的内容呢 也是占到了阅读段落当中比较重要的 或者说是在篇幅上比较大的这么一块内容 好了 那么比如说请同学们看一下在第二段 关于hookworm沟虫的例子 其实描写的是非常的详尽 从第二句一直到本段结束 都是在详细的描述 体内寄生虫沟虫是如何寄生在寄主的肠道味道里 然后通过产卵进行后代的繁衍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里请同学们注意一个事实 这里边的细节描写过于繁琐 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出击者来说 他是不太可能会选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来进行考察的 所以说呢 这里边的细节 同学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包括呢 所有我们说的在科普说明文阅读里边 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 或者说说明某一个科学道理所列举的具体例子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快速扫读这个操作的 好 如上呢 就是三类 我们说的能够快速提高同学们阅读速度的三类内容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要比较主动的进行辨识 然后发现了这三类可以进行精简的内容之后呢 就进行快速的扫读 从而确保在比较短的考试时间里边 能够完成整个的阅读任务 从而呢 把整体的阅读速度提高到 每分钟100到110个单词左右 好 这是我们关于阅读当中常见的第一个障碍 阅读速度的解决办法